各位同学 那么这期节目呢 我们来看到是空间当中垂直关系二 那在这一讲当中呢 我们讲主要关注的是这个面面垂直 那我们就来看看面面垂直 它会有哪些东西需要我们了解 好 来 首先看它的定义 如果两个相交的两个平面的交线 和第三个平面垂直 而且又这两个平面和第三个平面的相交所在和直线呢 是互相垂直的 我们就说这两个平面是互相垂直的 那么这个地方是怎么意思呢 来 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 所以你想象一下这个地方是αβ两个平面 然后呢 L是它的交线 对吧 那么有一个第三个平面呢 是我们的γ 那么γ满足什么条件呢 γ满足条件是这个L和γ垂直 就是比如说吧 γ画一较 γ L和γ垂直 然后呢我们这个α和γ会有个交线假设是A β和γ有交线假设是B 如果说这个地方A和B是相互垂直的 意味着这就是一个直角 对吧 那么如果是满足这些条件的话 我们就说这两个平面α和β呢 是相互垂直 那么我们后面会讲的一个概念叫做R面角 就是这个地方呢 如果两个平面是相互垂直的话 那么它的R面角呢就是9度啊 就是我们的直角 OK 好 这是我们这个面面垂直的一个简单的定义啊 不知道大家是否能够理解 好 下面我们继续来看 来啊 我们看一些简单的判断题啊 就是这个地方呢 主要是考验大家这个空间想象能力啊 就是第一个 如果一条直线垂直一个平面 则垂直这条直线呢 必平行于另外 平行于这个平面 对不对呢 如果一条直线垂直一个平面 则垂直这条直线的另一条直线 必平行于这个平面 对不对啊 所以你可以想 这地方有个平面 α 对吧 这地方有个L L和α垂直 那么垂直于这条直线的一个直线 比如说M 会合适的α平行 对不对呢 注意 它有可能平行 还有可能怎么 会在α上 大家注意啊 这地方有可能平行 有可能在α上 就是我们在这一块给大家讲过很多次 就是我们当要去判断直线和平面平行的时候呢 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 就是它有没有可能直线在平面上 对吧 直线在平面上和直线和平面平行 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那么在这一块的话 直线M有可能 在我们的α上 也就是 怎么 在这 那么它会满足L和α平行 对吧 然后L和这个M垂直 但是呢 这个直线M并不在这个什么 并不是和这个平面平行 而是什么 在平面上 第二个 如果一条直线 平行于一个平面 则它和这个平面内的任何直线都不垂直 对不对呢 对不对 如果一条直线和一个平行平面 那么它和这个平面内的任何直线都不垂直 对不对 这肯定是不对的 对吧 这个我们在前面是讲过 如果直线和这个平面平行的话 那么它会和这个平面内应该怎么 应该是无数条直线都垂直 对吧 来 第三个 平行于同一个平面的两条直线是可能垂直 注意啊 平行于同一个平面的两条直线可能垂直 对不对呢 这个怎么 这个是OK的 这是有可能的 对吧 你想 这个地方有这样的平面 α 然后呢 L和M在这 这是L 这是M 那么这条直线呢 是和这个底面是平行的 那么它呢 也可以是垂直 对不对 第四个 垂直于同一条直线的两条直线相互平行 对不对呢 这个如果是在我们平面当中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注意啊 如果这个是在平面当中呢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这个地方在我们空间当中就会出问题 你想 这条直线是这样的 然后呢 有条直线这样和它垂直 然后有条直线这样和它垂直 那么这条和这条的话显然怎么 显然它不是平行 对吧 所以第四个可能也是不对的 第五个 垂直于同一个平面的两个平面都垂直 对不对 这个地方呢 就会考察我们什么 面面垂直你这个地方的想象能力 就是 有一个平面在这 对吧 比如说坑神的手掌 然后有两个平面和这个手掌平面都垂直 那么这两个平面一定会垂直吗 有没有 一定会垂直吗 应该说有可能垂直 有可能不垂直 对吧 比如说我们 大家可以看到你们的墙角 以那个地面 为什么 为参考对象 然后呢 两个墙面是不是会什么 都和地面是垂直的 对吧 那么现在两个墙面呢 它也是完全垂直的 那么还有可能说这两个面呢 它会什么 它会平行 它会成任意的角 比如说 如果平面α是这样的 然后平面β是这样的 然后平面γ呢 是这样的 对啊 α是这样的 然后β这样的 γ这样的 然后β和α垂直 γ和α垂直 然后β和γ呢 它们是互相平行的 对吧 所以在这一块 就是垂直于同一个平面 两个平面呢 它不一定会垂直 有可能平行 当然也并不一定说一定平行 还有可能是其他的角度 OK 好 就是我们在例子 这一块呢 就是关于我们这个线面啊 这种的这种概念提示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非常非常小心的 这个很多时候呢 考试都会考 无论是咱们的小考 还是我们的大考 甚至说咱们的高考 都有可能会设计 所以呢 像这种比较 不是很难啊 就是你注意一下就可以 这种送分题呢 一定要很快搞定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就是 面面垂直的判定定理 那么所谓的面面垂直 判定理呢 就是说 我们怎么去证明什么 证明这个面面垂直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就是 如果一个平面过 另一个平面的一条垂线 那么这两个平面呢 是互相垂直的 那么这个符号语言呢 是说 如果L和α垂直 L和L包含于β 那么β和α垂直 那么这个地方 能不能想象一下呢 就是比如说 坑神这样一个手掌 这个粉笔呢 和它垂直 对吧 然后呢 过这个粉笔的任何一个平面 都会和我这个手掌平面垂直 像话比说 这是手掌 对吧 然后这个手掌 假如说是过那个什么 粉笔 那么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呢 是垂直状态 然后它还可以什么 这样去不断的 去旋转 就这样去旋转 就是如果你能够 找到一条直线 注意啊 就是告诉你什么信心呢 如果你想证明 α和β垂直 那么你可以说 在β当中 找到一条直线 和α垂直 注意 在β当中 找到一条直线 和α垂直 然后这样的话 α和β就会怎么 就会垂直 OK 那么你也可以说 我在α当中 找到一条直线 和β垂直 可不可以呢 对啊 我在α当中 找到一条直线 和β垂直 可不可以呢 也完全OK 如果你能够在这个α当中 找到一条直线 和我们的β垂直 它也能够得到 我们最后这个地方 怎么样 α和β垂直 所以大家有没有领悟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证明 面面垂直 这个关键是什么呢 第一点 先找到这条直线 对吧 就是可能在α里面找 有可能在β里面找 对吧 先找到再说 第二点 就是什么 要去证明 线面垂直 所以你会发现 面面垂直 证明呢 它可能最后的落脚点 还会是一个 线面垂直 对吧 也就是我们上一节 和讲过的东西 好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 面面垂直的判定定理 来 比如说我们先来看一个 简单的 这个地方呢 不要求大家去证明 只是说来考验一下 大家对于我们这个 空间当中的 面面垂直的 什么 这个感受 就来找一找 来 这是一个三轮堆 然后PABC PA和平面ABC垂直 然后脚ABC等于9度 那么在这个三轮堆当中 互相垂直平面有多少 对 来 我们来看一看 里面呢 是这样的一个 制造方向型 然后这是PA 这是PA B C 对吧 然后连接下 然后再连接下 注意啊 PA和底面ABC垂直 然后脚ABC等于9度 那么在这个三轮堆当中 互相垂直平面有多少对 那么首先 总的两面 就是PA PA PA AB 还有PB ABC总共是四个面 对吧 那么是四个面当中 互相垂直有多少对 一对两对 三对四对 五对六对 对吧 就是你能找到多少对呢 就多少对 对吧 那么有多少对呢 比如说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给你的一个条件呢 就是说这个PA和底面垂直 对啊 PA和底面ABC垂直的话 那么你有没有去找 有没有能不能找一些 就是过PA的平面 有没有 这个应该说还是非常非常多 对吧 就是平面PAC 对啊 平面PAC会过PA 对吧 PA和底面ABC垂直呢 所以PAC会垂直平面ABC 同样我们PAB呢 也会过PA 对吧 所以呢 平面PAB会垂直平面ABC 对啊 就是PA和底面ABC垂直 那么PAC会过PA PAB呢 也会过PA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平面PAC和平面PAB呢 都会和底面ABC垂直 好 这个呢 是比较好找的 对吧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还有没有其他的 嗯 有没有 还有没有其他的 来 就是还是考虑大家 上节有讲过的 线面垂直 是否能够去发现 那么这边 还有没有线面垂直呢 来注意 PA和底面垂直 然后脚ABC零九度 有没有发现 这个脚ABC这个条件 还没用吧 就是脚ABC零九度 条件还没用吧 那么脚ABC零九的话 意味着这个BA和BC垂直 对不对 BA和BC垂直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话 还要怎么办呢 PA和底面垂直 所以PA呢 会和BC垂直 注意啊 PA和底面ABC垂直 所以PA呢 会和BC垂直 OK PA和BC垂直 然后呢 AB也会和BC垂直 所以BC会和平面 PAB垂直 注意啊 BC会垂直平面 PAB 对吧 好 BC垂直平面 PAB 那么你来看一看 就是通过BC的平面 有没有 通过BC平面呢 有这个平面 ABC 有平面PBC 对吧 所以你可以写出两个 平面垂直 也就是平面 ABC 垂直平面 PAB 然后呢 平面 PBC 垂直平面 PAB 对吧 所以你写出两个 那么上面两个 下面两个 你可能感觉说 加起来呢 是四个 但是要去看看 它有没有重复呢 哎 一定要小心啊 就是这种地方 就是计数的时候呢 很容易怎么 很容易重复 就是我们这一方 平面ABC 和平面PAB呢 这一方是不是也会出现 对吧 这个地方只拨什么 掉了个顺序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一组呢 应该要去掉 对吧 所以就最后呢 会是这三组 注意啊 会是这三组 因为你只能找到什么 两组这个 线面垂直条件 注意啊 你只能找到两组 线面垂直条件 OK 好 最大呢 就是三 对吧 好 让我们来看那一番 那么这个题目呢 是要证明什么 有一个正方体 ABCD 然后ABCD 然后ABCD 要证明这个平面 AACC和平面BDD垂直 那么这个 这个我们画的图 来看一看 ABCD ABCD OK 平面AAC 平面AACC呢 就是我们这个对角面 对吧 平面BDDD呢 就是我们这个对角面 OK 要证明这个对角面垂直 来 怎么这样呢 应该说这段情况 还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我们来稍微的 就是讲一讲 就是 先要找到这条直线 对吧 我们在前面讲过就是 你要证明明面垂直呢 关键是先搞定一个 线面垂直 那么无论说这个线 来自于哪个平面 都可以 对吧 那么在这一块的话 你会找谁来去证明 线面垂直呢 大家需要注意啊 就是你要证明这种 面面垂直很多时候呢 它描述这个平面的时候 会带有什么 这个有可能是个四边形啊 或有可能是个三角形 对吧 那么在这一块呢 我们优先考虑 这个图形的边 那就比如说 AACC呢 就是AACC1 还有C1C 还有CA呢 优先考虑这些边 然后快速地来判断一下 有没有可能 对吧 如果说没有可能的话 那么就赶快锁定 然后再换另外的边 或者换另外的平面图形 应该说这道题 还是比较好找的 就比如说 我们拿这个A AACC来举例 由于我们这个AA和CC平行 AAC和AAC平行 所以呢 其实只需要考虑 两种情况就可以了 对吧 就是我们的AA和我们的AAC 有没有可能和这个平面 BDD垂直 有没有可能 比如说先考虑A AA有没有可能呢 就是这个 和这个面垂直 你觉得有可能吗 你稍微再想一想 就发现基本没有可能 为什么 AA和这个BD平行 所以AA和这个平面是平行的 怎么可能垂直呢 对不对 所以这条边就不用考虑 那么AAC有没有可能呢 有没有可能 这是个正方体 正方体的话 底面呢是个正方形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地方会是个直角 对吧 这地方会是个直角 其次呢 那我们这个地方 对吧 BBE是这个测能 测能的话 正方体有测能 是个上线里面垂直的 所以这个BBE呢 会和这个什么 AC垂直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找什么 AC和这个BBE垂直 AC和这个BD垂直 所以呢 AC和平面 BDD垂直 然后再加上这个 ACAE呢 通过这个直线AC 所以呢 这两个平面就会垂直 对吧 那么好 我们找这个AC可以 那么找其他的 可不可以呢 找其他的可以吗 还可以找谁啊 我们还能够找 这个地方的BD 注意啊 找BD 就是说 BD和AC垂直 注意啊 BD和AC垂直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的AE和BD垂直 所以BD会和这个对轮 ACCAE垂直 然后B平面BD1D1D会通过我们的BD 所以呢 这个平面BBD1D呢 和这个平面ACCA呢 是什么 是相互垂直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先去找 找完以后呢 再去正 那么找的时候呢 我们常考虑的就是它是什么 它这些边长 就是不用去 想太多 如果说这边长不行呢 我们再去考虑一些 其他的辅助线 对吧 我们会在后面呢 来给大家做个讲解 来 看这个 这个呢 也并不难 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 AB是圆欧的直径 圆欧所在平面呢 为α 然后PA和平面α垂直于点A 然后点C是圆欧上 异于AB的一个点 要证明平面 PAC和平面PVC是垂直 来我们看一看 就是 这个地方呢 会有个圆 对吧 然后AB呢 是它的直径 然后这番会有个点C 然后连接下我们的AC 再连接下我们的CB 然后P在哪呢 PA垂直于我们的α 对吧 就是P在这 然后把这个都画成一个实现 就这样的 这就我们这个图景 对吧 然后这是个语言 我就不是画实了 就是 要证明这个平面PAC和平面PVC垂直 来怎么振呢 嗯 怎么振 首先我们要去挖掘一下 这里面有哪些垂直条件 首先 PA和底面垂直 所以呢 PA和底面 这个ABBCAC这三条直径 都会垂直 对吧 那么还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垂直条件呢 有个隐藏的 就是我们这个AB是圆的直径 注意 AB是圆偶的直径 然后呢 点C是圆上任意一点 所以这个地方 有什么结论成立呢 像你同学应该想到 就是 我们脚ACB 这是个圆周角 圆周角它对应我们的直径的话 所以这个角 这个角呢 是九度 是吧 它是九度的话 我们会得到什么 我们会得到BC和AC垂直 对不对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要证明 注意啊 要证明平面 PAC和平面PBC垂直的话 那么你肯定需要在 一个面当中 找条直线和 另外一个面垂直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 到底在哪个面当中 找哪根直线呢 你如果一开始 没有任何的想法 注意啊 一开始没有任何的想法的话 可以怎么 不断去尝试 快速的去尝试 去想 对吧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先考虑PAC 考虑PAC呢 这三条变成都有可能 对吧 来快速看 PC有没有可能 PC怎么可能 PAC就在我们平面 PAC上 所以PC可以快速 否定掉 对吧 就是虽然说 我说出来会发现 有花点时间 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些 都是你要在脑海当中 就快速做一个判断 对吧 所以你就看 就过了 PC是吧 你在脑海当中 快速的告诉自己说 PC在平面PBC上 所以它不可能 是吧 就我说的这些东西呢 是大家在脑海当中 快速做一个判断 对吧 就一扫而过 那么PC不行的话 这个AC行吗 AC行不行 AC的话 它好像感觉和PC会垂直 对不对 但是如果AC要垂直 平面PAC的话 这个地方AC要和PC垂直 但是现在显然 AC和PC可能垂直吗 不可能 因为脚PAC是9度 如果AC和PC垂直的话 那么脚PC也是9度 那么这个PC和PA 不就平行了吗 对吧 图上不行 对不对 好 AC不行 那么PA行不行呢 你看PA也不行 PA如果要和平面PBC 垂直的话 这个PA要和PC垂直 然后呢 脚APC是9度 然后脚PAC也是9度 所以呢 PC和AC平行 图上也不行 对吧 所以就是 我刚才说这些呢 应该在脑海当中 快速的用 不超过15秒 直接怎么 直接过掉 对不对 就是这三条边上 都怎么 PASS掉 那么三角形 PBC当中的边 可不可以呢 可不可以 首先PC不行 否定掉 对吧 PB行不行呢 你想 如果PB和平面 PAC垂直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脚APB呢 就是个90度 它显然不行 对吧 所以APB呢 也排除了 那么就现在剩下BC BC可不可以呢 首先BC会和AC垂直 有一组垂直 对吧 然后BC和PA BC和PC 好像还靠谱 对不对 然后呢 你马上就能想到什么 这个PA和底面垂直 然后PA就会和BC垂直 对吧 PA和BC垂直 然后BC又和AC垂直 所以 综合一下就会得到什么 得到BC和平面PAC垂直 OK BC和平面PAC垂直 然后平面PBC会通过直线BC 所以呢 平面PAC会和平面PBC 怎么 就是垂直 所以就这一块呢 就会得到我们最后的一个结论 对吧 就是我们讲这条件呢 可能花的时间会有点多 因为刚才在选择的时候呢 我都是用这个说出来的什么 方式 那我刚才说的就是 这些选择 你可能在脑海中 就15秒钟就搞定 对吧 就看一下 不行 过 对吧 下一个 再看一下 然后又不行 然后再过 再下一个 对不对 所以就是优先考虑我们这个编程 如果编程你发现都不行的话 我们再去这么做辅助线 OK 来 在三轮追S ABC当中 SO和底面ABC是垂直的 然后O是这个三小型ABC的垂直 要我们证明这个平面SOC和平面SAB垂直 来 我们看看 这个和我们上一讲讲的一道题是有点像 但是呢 也并不完全相同 来SO和底面垂直 对吧 SO和底面垂直 然后点O又是这个三小型ABC的垂直 那么这个地方垂直是什么意思呢 垂直的意思就是我们高线的焦点 对吧 那么既然是高线的焦点的话 那么你无论是连接OA 连接OB 还是连接OC 这个地方都会和对应的边是垂直的 比如说OA和BC垂直 OB和AC垂直 然后OC和什么 OC和AB垂直 好 现在要证明这个平面SOC和这个平面SAB垂直的话 那么你会选谁去证明呢 你会选谁 SOC里面有三条直线可以选 对吧 然后我们这地方的SAB呢 也有三条直线可以选 那么你会选谁呢 就是你这个地方可以快速在脑海当中去想 SA可以吗 SO可以吗 对吧 OC可以吗 SA可以吗 SB可以吗 这个AB可以吗 就是快速去做一个零选 我相信这条题目对大家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你很快能选出我们用谁啊 用谁啊 用AB 对吧 用AB 就是你想 O是这个底面的垂直 所以OC和AB垂直 对吧 OC和AB垂直 然后SO又是垂直底面 所以SO和AB垂直 所以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会得到什么 就会得到这个AB会和这个平面SOC的两条相交直线垂直 所以AB和平面SOC垂直 AB和平面SOC垂直的话 那么AB所在的平面SAB呢 就会和平面SOC是垂直的 对吧 所以我们就得到最后的结论 OK 来 我们看这个 这个呢 就有点难度 注意啊 有点难度 大家好好的想一想 这是一个正方体 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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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在这正方体当中 EF呢 分别是AB和CD的终点啊 点E呢 在这 然后点F呢 在这 那要我们证明一下平面ABCD 在这 这个平面 和平面AE 啊 点E在这 这点E 和平面AE CF垂直 对吧 AE呢 在这 然后呢 CF在这 然后呢 CE在这 CF在这 然后呢 AF在这 啊 就是稍微的 稍微的想象一下啊 就是平面ABCD 和平面AE CEF呢 是垂直的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在呢 你是不是还是要去找一条直线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呢 无论是我们平面ABCD 还是我们的平面AE CEF呢 它都会是一个什么 四边形 对吧 那么就考虑一下我们这个地方的四边形是否满足条件 四边形的四条边上是否满足条件 对吧 那么你可以怎么去做一个快速的想象一下 就是你会发现 无论是我们的平面ABCD 还是我们的平面AE CEF 它的四条边上都没法去证 注意啊 它的四条边上都没有办法去证 对吧 就是你无论挑哪一条边 你无论挑哪条边都没法去证明它和另外一个面垂直 对吧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 就遇到问题了 怎么办呢 注意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考虑什么 考虑辅助线了 对不对 那么考虑辅助线的话 这个辅助线考虑谁呢 对吧 很多时候考虑谁呢 如果这个图形是一个四边形的话 我们很多时候可以考虑它的对角线 注意啊 无论是ABCD还是我们的AECEF呢 它都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对吧 我们可以考虑它的对角线 就是我们的ACE啊 还有我们的BD BDE啊 对吧 还有我们的EF呢 是否满足条件 那么你再去稍微的想想会发现 我们这个ACE就可以不用考虑了 为什么 ACE的话两个平面都有 可是换一个角度说 我们ACE会是这两个平面的交线 你怎么可能拿交线去证明 我们这个和平面垂直呢 对吧 所以就pass掉 那么这个BDE可以吗 BDE可以吗 BDE的话这个地方注意 BDE如果说和这个平面AECEF垂直的话 它一定会和我们的AECE垂直 对吧 但是我们这方的BDE和ACE呢 它会是我们的矩形ABCDE的对角线 矩形对角线不垂直 对吧 这是个矩形 这不是正方形 对吧 它不会垂直 所以呢 BDE也就不用考虑了 那么现在剩下就只有一个家伙 就是我们的EF 对吧 那么你想象一下我们的EF 注意啊 EF是否会和我们的ABCDE会垂直呢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这个地方可能想起来会有点困难 EF在哪呢 EF是AB和CDE的什么 对轮的终点 就是这个 这个会和谁一样呢 你把这地方的BC一连 注意啊 把这地方的BEC一连 注意 E是终点 F也是终点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BEC和EF 其实会是平行 注意啊 EF和BEC其实会是平行 对吧 EF和BEC会平行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能够证明这个BEC和平面 ABCDE垂直 注意啊 如果能够证明BEC和平面 ABCDE垂直 那么相应的根据我们 哎 前面讲的推论 这个地方呢 我们这个EF和BEC是不是也会怎么 也会 EF和这个平面 ABCDE是不是也会垂直 对吧 那么好了 直见BEC和平面ABCDE会垂直吗 这个应该就会非常好证吧 你想 这个右边这个平面 这是个垂直的 右边是个正方形 对吧 正方形最小线呢 是相互垂直 所以呢 BEC和BC会垂直 然后其次呢 我们这个AB会和侧面垂直 注意啊 AB会和侧面垂直 所以AB和这个BEC也会垂直 那么你就会得到这个BEC 注意 BEC和AB垂直 然后BEC呢又和BCE垂直 所以BEC和平面ABCDE垂直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EF就会和ABCDE垂直 那么最后呢 我们这个平面AECEF 就会和我们的平面ABCDE垂直 所以这块呢 这个刚才呢 要难一点就会发现 我们的边长是不太靠谱的 那么只能呢 只能去拜托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些辅助线 那么如果是四边形的话 它的辅助线很多时候考虑谁呢 考虑我们的对照线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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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